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选得激烈 强下27.3%票数的现任总统马克宏 对支持者亮出招牌迷人笑容 但是可以笑到最后吗 因为他的劲敌 雷鹏选得很精彩 反移民 反欧盟 反伊斯兰的雷鹏 以24%紧追在后 和马克宏只差不到4% 因为没人在第一轮抢下过半选票 这两人得在4月24号第二轮一拼高下 重现2017年的决战组合 而其他无缘抢劲的候选人 也早就心有所属 我叫我选择选择选为马克宏 所以你必须不必须给女士努力 落选候选人纷纷动员 也让第二轮的站职更加胶着 调停物恶危机替马克宏换来不少支持 但也引来众外交亲内政的批评 尤其物恶战火点燃的经济困局 也让国内民怨四起 反倒让主打经济牌的雷鹏 趁机掳获不少中低阶层选民 而左右第二轮选情的 还有这一群没有现身投票所的民众 这一次选举投票率比上一届下降百分之四点四 分析认为一大原因是 不少民众的生活没有太多改善 对政治感到冷感 尤其是年轻族群 对选举更加没兴趣 也让四月二十四号决胜盘结果更难预测 这些新闻黄申凯朱家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